奇怪 每次 都有人這樣怎樣找場 又找到什麼 又便當又出來了 雙煮菜 有炸雞 有雞腿 還有四道配菜 雞腿 這個是排骨 這是排骨 老人家有的咬不帶動 但是應該都是香噴噴的 對 但是覺得奇怪 不知道是誰發的 但我們不知道是誰發 錢要花算誰的 但總覺得 怎麼蔡總統的競選場合 服務都很貼心 怎麼都會有這種 讓人家吃飽 還有聲嘶力竭吶喊的這種便當 我想說歷史哥 你是不是有去這個 10萬人的 這個挺鷹大會 有吃到便當是不是 這個我們有小編去逛逛 然後這個其實跟去年 我們去年就有去這個 鳳山這個陳其邁大招式 也就是10萬人的場地 非常的熟悉 過了一年之後 熟悉的味道又回來了 你是說便當還是 包括便當 動員 因為我們有看到一個友台 就是也是YouTuber 然後他就是在那邊現場 在附近的這個動員的會場 然後他架了一台這個手機 在那邊錄了兩個小時 就是直播兩個小時 那遊覽車人潮人網 有遊覽車更搭 而且更有趣的是這個 蔡總統正在講話 要進場的當下 就已經有一些阿伯阿姆 已經準備就拿著牌 就跟著遊覽車就上車就回去了 這不禁讓我想到 去年這個賣賣在動員 陳其賣在動員的時候 現場也出現過這樣的狀況 那時候我親眼 我就在齊三的會場現場 然後現場大家就 就明明大人哥還在講話 陳其賣還沒上場 大家就在撤場 我說哇 然後條阿卡直接罵說什麼 有夠沒有時間關鍊嗎 就是說沒有時間關鍊 還罵得很狡猾 為什麼 因為現場那些帶隊的這些 打牌子的 然後大家就已經撤退要回家 為什麼 因為便當吃完了 今年抓了雙煮餐可以吃慢一點 所以他們其實這種動員 這個在南部非常的常見 而且他們其實動員的範圍 是非常的廣泛 因為以前動員 都是國民黨在動員 現在國民黨因為沒有黨產了 所以動員起來很吃力 回過頭來變成民進黨 好像資源無限 因為我們年輕人的講法就是 打金手指秘技 好像一直叫一直叫 最近不是網路上也流傳很多 譬如說工會的動員 然後而且你如果不去 你要請職業代理人 這個我們家就有經驗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的媽媽 去年就被動員過 是工會動員的 那一定要去 什麼工會 就是他們的職業工 同業工會 就會長 因為他以前我們都是綠的 所以幾乎各公會的會長都是綠的 什麼叫一定要去 不去不行嗎 不去不行 因為媽媽那時候當工會的幹部 不去的話可能就是 因為人情 會長說要動員 動員還不打緊 還要你帶人 譬如說一個兩個 所以那個熱情跟那個 其實他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從一個照片 因為蔡總統公布 老舊熱水器 水溫安全疑慮 樟頭北數位恆溫 洗澡安全即刻升級 太清楚 同樣有人從遠方拍下去 然後我們就看到那張照片 上面就有很多暗區 其實那個暗區是怎樣 我們如果說像韓國瑜的造勢場 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當韓國瑜來的時候 後面會變空椅子 為什麼 因為大家很熱情想要看韓總 所以全部擠到前面去了 可是如果說蔡英文來的時候 這個是動員的話 大家會排排座坐好 為什麼 因為你要測場的時候 這是貓膩 測場的時候 我必須逐隊逐隊的測場 不然你找不到你的遊覽車 所以你一定要一區一區的坐好 然後那個每個區 因為其實去年賣賣場 我去過好幾場 就是前面要拿一個牌子 站在那邊 然後帶領頭 然後這個是譬如說 這個是彌陀動員來的 然後再寫給彌陀 他們很好玩 譬如說去年有一場是這樣 在岡山的那一場 我也有去觀察 那個當下是我們的趙天令 立委在主持 他說我們全部 就算遊覽車 也都是我們高雄的市民 結果他一講完 然後我剛好再走出去 我就看到一台台南的車 然後牌子寫這麼大一塊 寫台南 結果兩台就開過來 所以這個其實 他們就很會說 我只能這麼說 我們那個影片還有留著 所以這個部分是分享給大家 所以這個動員 其實我們也不意外 然後因為雙煮菜 甚至外面煮肉羹 發肉粽 譬如說最近我們有苗栗的小編 跟我們說 最近苗栗動員 我說苗栗動員有什麼不一樣 他說苗栗動員不是雙煮菜 苗栗動員一定要有客家種 還有地獄性的差別 所以 要有在地的特色 是 因為我們最近很常下鄉 所以再加上小編分散全國各地 很多的資訊會會整件 所以這邊分享給大家 我想這種東西 去年就發生過一次了 就是賣賣看起來場面很好但很漂亮 可是最後投出來的票真的是這樣子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 因為最近民調追上來 不就有坊間流傳說 蔡英文在選問會議上面很生氣 說這個民調怎麼這樣 所以我想這是做一個面子 給蔡總統看的 但是其實這一次動員 已經不是傳統民間公會 因為民間公會 因為韓市長上來之後 很多就翻射了 這一次動員主要是集結在國營試驗 我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 不過現在你看這個動員 是不是只有南部地區在動員 或者是鄰近的縣市在動員 從北到南不是都說 有被動員的情況嗎 是 你看剛才講說 這邊拍的是遊覽車的畫面 你看在這邊有看到一張 剛剛歷史哥講的就是說什麼 湖內後援會第五車 大家都會擺一個牌子在這裡 大家在講說奇怪 可是看起來 民眾看起來為什麼還要便當 如果你是支持的話 你還要遊覽車在動員 我要問一下靜平 就是說剛才我們在講賴清德 好像說人站在那裡 心不知道在哪裡 底下這個民眾 會不會也是說 我就是便當來了 台商在講什麼 我可能心是不是也不在這 所以一個是等一個便當 一個是等一個人 這就成了韓國瑜跟蔡英文 他的選舉造勢場 會截然不同的這個地方 而且如果民調 真的這麼高的話 其實不用靠便當 或者是那種進口的礦泉水 或者是遊覽車 或者是像剛剛歷史哥所講的 這麼多的團體 這麼多的社團 這麼多的工會 這麼多的公營事業來動員 這些人應該也是可以 從四面八方而來 你只要辦一個在交通繁忙的 這個地段 然後捷運站 四通八達的地方 大家各自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就可以全部到這個場合去集合 不需要你還要靠遊覽車 跟會後發便當 而且非常諷刺的是 一直在講說韓國瑜 上一次不是在講什麼 還講人家發便當菜色多高級 你看看人家什麼菜色才叫高級 被人家披露之後 那個便當的菜色還有雙主菜 那個才叫菜色高級 這個才叫便當 這個才叫人家這種便當動員 然後擅長了之後 民眾真的是在等一個便當 因為那麼好吃的飯菜 那麼菜飯可口的這樣一個菜色 當然是想要另一個回去 而且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資源的分配 多麼失衡 這個資源 不只是之前韓國瑜所說的 這種國家機器動員到 各個社團 各個公營事業 都要卯足全境來表忠 誰動員的少 誰就完蛋了 誰要動員的多 誰就有戰功那種感覺 感覺好像就是說 還有人在旁邊在準備打烤機的 誰能夠動員 有人盯著你看 所以包括連便當 都要這個小勁腦資訊 菜色也要比 不能準備太少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奇怪了 當大家在黑韓國瑜說 你看韓國瑜 而且韓國瑜還不知道 那個場合 而且是像我們上次講過 原住民他們自己精心 準備了一些東西 地方的媽媽 那種小小的東西 小小的草米粉 跟這個雙主菜的菜色 它相比 真的天然有別 這個菜色才叫做超過80塊 這個80塊 你看這雙主菜 能不讓人家羨慕嗎 旁邊配菜也很豐富 大概有四樣 這幾個這樣比下來 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很心酸 去挺韓國瑜的 吃個敞米粉都要被人家鹹 說愛你拿便當 而且挺蔡英文的 在那邊等便當都沒有人講話 莫名其妙 而且之前不是跑到桃園揚美 還被人家拍到 還有這個漂亮的餐盒 然後馬上被媒體盯到之後 本來拿出來又趕快拿回去 後來聽說後來 去參加了婆婆媽媽 阿公阿嬤 罵得要命 嬌聲連連 所以這樣子我覺得會成為 我真的認為 也會成為蔡英文跟賴清德 蔡賴沛 英德沛之後 他在全台灣 各個縣市在浮選造勢 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因為當你這樣的一個 便當習慣出現了 餐盒習慣出現了 動員遊覽車習慣 他就會走回10年前 十幾二十年前 國民黨那個時候 還有黨產的老路 然後因為民進黨 現在家大業大 這個不管是 資源多 你怎麼樣去弄這些資源 人家就會講說 沒有便當 你怎麼叫人出來 沒有車 你怎麼載人來 各地會比較 對 所以慢慢的各個縣市 其實這個就要 這個就是子彈 這個就是銀彈 這個就是糧潮 長期下去 我覺得也會拖垮民進黨 在選舉的時候 尤其是像以蔡英文跟賴清德 既然民調那麼高 人氣那麼旺 以今天媒媒媒體所做出來的 光是蔡英文領先韓國瑜 就16% 一成六以上 你這麼不用靠便當 也不用靠這些遊覽車 和所謂的公務車 或什麼車輛 這樣的一個資源去 你一樣可以像韓國瑜一樣 在各個地方 一樣千軍萬馬來相見 也可以像人家 一樣用一隻穿雲件就夠了 好像打到天上一個信號引爆 然後大家就千軍萬馬來集合 蔡英文為什麼不試試看這樣子 還是說真的萬一一試的話 場面太辣差怎麼辦 還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將來他們這個便當習慣的話 以後那個場面的空著 後面三分之一 甚至二分之一的這個 人家急著要走 或人家去領便當排隊的話 這個他們能不能Hold得住 我覺得奉勸民進黨的陣營 和蔡英文 他們自己的競選榮幕 這樣子下去 的確 會造成人家的這個很轟動 然後看起來10萬人 我不知道10萬人 是不是因為都是便當造成 但是以後這樣子狀況 他們就會 我覺得在這個資源分配上 贏在起跑點 但是在人氣拼場上 會輸在這個資源上